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二英文融入多元性别平等及美感教育课程 这个课程是由南区教学资源中心所提供的数位课程共享计划 里面的单元 在这里呢 我这个单元是第四单元 Uniform Design Thinking Evaluation of Digital Arts Lead Asthetics Task in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Design Thinking Evaluation of Digital Arts Lead Asthetics Task in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所谓的设计思维 台湾高等教育领数位艺术导向美学英文教材的评估 这个呢是我设计的一个课程 然后由学生来执行 那么主要是以数位艺术导向为主 由学生中心来学习 大约是二到四人一组 那么来一起来探索这个数位艺术网站 然后呢 在探索完数位艺术网站之后呢 再来到FB的这个 就是Facebook的聊天室来互相聊天 然后来谈论关于这个艺术导向的心得 那么这样的聊天呢 有经过好几次之后呢 那么我来评估他们的英文的语言学习 有没有进步 好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还是运用的是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就所谓的英文任务型教学法 那么这个教学法呢 在西方世界已经流行的数十年 但是在台湾是大家当然是有听过 但是真正有把这个英文任务型教学法 应用在课堂上的机会 我想并不是很高 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这个任务型教学法的认识 到底有多少 那么在这边我又融入了 数位艺术的导向的课程 好 那一起再融合任务型教学法 来提升学生的美学观念 跟英文能力 好 这是我主要的主旨 那么等一下 以下呢 我会去介绍 我怎么样设计这个课程 好 大概的方式 我用英文来介绍 那么 当然最后面呢 我还是鼓励学生呢 完成他们的微电影 那么这个微电影的事 我也是经过数次的改写 好 那最主要还是要提升他们的英文能力 再加上美学观念 也就是我这个单元的主要的主旨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跟性别平等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的数位艺术网站里面呢 好 这是我参考的 郑大教授的数位艺术网站呢 里面呢 它有好几个主题都是跟多元性别平等也是有相关联的 当然有时候不是那么明显的 但是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呢 你会发现有很多都跟性别平等有关联 那么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提出了一个主要的比较明显的多元性别的观念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我怎么样设计这个课程 以及学生如何来实施这个课程 Conducting the group work CMC task 那么CMC的意思指的是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就是电脑媒介沟通的教材 那么我如何实施整个群体活动的电脑的教材 The design CMC task features two types of computer programs One was a digital art-led program on the StoryNest website Designed by a Taiwanese artist which can be found here httpwww.storynest.com The other computer program is Facebook's online chat function which is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The CMC task was designed to have four phases Warn-up task Pre-task During-task And post-task The learning objective of the proposed task Was to practice English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ings chosen by the learner From the StoryNest website Each dial explores the digital art website On a computer 那么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的这个Designed就是这个被设计的CMC task 电脑媒介沟通的教材呢 Featured two types of computer programs 它有两个种类的电脑的这个软体呢 是被有一个featured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两种特色 好 那哪两种呢 One was a digital artslay program 其中一个呢 是一个数位艺术导向的program 这个数位艺术导向的program呢 就是在StoryNest的website 就是在故事潮的网站 好 那这个网站呢 是由政大教授 黄教授呢 所设计 好 那他本身除了是教授也是一个artist 也是个艺术家 那么这个网站呢 Can be fire here 可以在这里看见 那同学可以把这个网址抄下来 然后上去看 那这个网站非常特别 它是由中英对照 中英对照 那么在我这个大二的课程里面呢 我再度的提到这个网站 那其实在我大一的英文课程里面 我有提过 那么大一的课程是初步的介绍 那么在这一次大二课程里面呢 我有比较进一步的介绍 尤其是我们用英文来学习它的内容呢 更是对我们英文能力有相当的加强 那么再加上它有中文的对照 更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了解 因为它有些观念蛮抽象的 就由中英对照呢 我们同时学习到两个语言 也增强用中文的增强这个背景知识 就所谓的background knowledge 好 第一个特色就是故事潮 网站 The other computer program 另外一个电脑软体呢 就是谁 是Facebook online chat function 就所谓的脸书的 这个online chat 就是说线上聊天的功能 function是功能 所以一个是故事潮 另外一个是Facebook的这个online chat function 那么在这里呢 我强调的是computer mediaity communication 所以呢 主要是脸书的在电脑的即时聊天功能 但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电脑的即时聊天功能 是一个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是一个立即的讯息的软体 好 那如同大家都知道 现在不只是computer 手机也可以 手机更方便 因为Facebook早就已经开发出 Facebook Messenger 就是手机在专用的FB Messenger 那这个Messenger呢 相当的好用 跟9的功能是很相像 那 甚至呢 它还会有所谓的大头铁的出现 非常的方便 那个是关于手机 那在这里我不强调手机 我这里强调是我的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好 那 The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task was designed to have four faces 我这个电脑媒介沟通的任务呢 是设计有四个Faces 四个阶段 哪四个 第一个 Walk up task 所谓的暖身活动 第二个 Pretask 就是事前活动 再来是During task 就是任务活动 During task 是真正的任务 最后面有一个是Post task 是事后的任务 好 那么关于这四个阶段的相关的文献呢 我参考 给各位参考的是 就是我自己在2013年发表过的 以及我跟另外一个副博士呢 在2014年发表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国际期刊 好 那么关于这个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跟我联络 我可以把这个文章的连结给你们看 好 那么这四个所谓的暖身活动 事先活动 任务活动跟事后活动的这个观念呢 是最早是我本身在英国研究的时候 就已经有提出来过 好 所以后来我把它发表在2013跟2014 那么这个时候呢 The learning objective of the proposed task was to practice English conversation 那么这个提出来的task呢 学习objective指的是目标呢 就是去practice English conversation 去练习英文的对谈 那英文对谈有所本嘛 According to什么 根据的是他们的things是主题 哪些主题呢 是chozen by the learner from the story next website 我很自由的让他们自由的去选 从故事潮里面呢 去选择他们的things 就是他们的主题 因为故事潮里面非常非常多丰富的主题 有周杰伦 有江会 有西方的东西 也有美国的艺术家 意大利艺术家等等 非常多综合 还有黄教授本身的作品等等 那么 学生自由的去选择 好 选择完之后再来去 聊天室来用英文对谈 each dial explore the digital arts website on their computer 那么eachdial是每一组 探索他们的数位艺术网站在他们自己的电脑 所以通常warn up task呢 基本上呢 在家里已经warn up好几次了 就可以开放一两个礼拜时间 让学生先自由的来探索 因为在课堂上探索的时间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呢 必须让学生先视线能够探索 这个把它当成是warn up 那当然来到正式课程里面 我们可以来再选一个 一起warn up 这也是都可以的 好 好 那么 看完我设计的课程 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呢 就是利用storynest的网站 以及facebook online chat的功能 一起来进行这个活动 那么storynest可以增加我们的艺术感 以及抽象美感等等 那online chat呢 这个是大家都会用的 也是非常适合学生的 更何况他们其实商科也喜欢偷用手机 那他们对FB online chat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warn up task stage 就是所谓的暖身活动里面呢 我实验性只找出28位同学 好 那么这28位同学呢 他们就分成14组 14 days 然后去探索这个website 他们除了在家里都探索过之后呢 来到我的课堂里面呢 我把分成28个人 分成14组 那么一起来探索 我们可以一起跳舞吗 上海 好 那么这个 这个呢 什么叫做我们可以一起跳舞吗 上海 我们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个数位艺术 好 跟舞蹈也有关系 这个呢 是在以下的这个网站 也是故事潮里面的网址 也是故事潮里面的网址 你可以找得到的 好 那么大家一起跟着这个建筑物一起跳舞 好 请你自己贴上这网址就懂真正的意思了 好 好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那么下一个步骤就是所谓的事先任务里面呢 这个参与者呢 探索故事潮 用他们自己的 PASS 就是用他们自己的速度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ROOM 在教室里面或教室外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 在教室里面时间非常有限 而且吸收的也有限 所以 我们就利用在教室之外 也可以来探索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就蛮符合翻转教室的 好 就是FREE LEARNING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利用教室外呢 我把这个网站网址贴在他们的脸书社团 那么利用呢 那个课外时间呢 先把重点看过 那么回到教室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分享 比较更重要 更深入的观念 好 所以这跟FREE LEARNING 所谓翻转教室 也有相关念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weeks 大概呢 三个礼拜时间 让他们在教室内 教室外都可以去探索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three weeks was to allow participants a chance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digital arts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aesthetics 那么提供三个礼拜的目的呢 就是去 allow 允许呢 这个参与者一个机会 去 immerse themselves 就所谓的沉浸他们自己 在这个数位艺术的环境 而且呢 除了沉浸在这数位环境以外呢 而且去enhanced 提升了他们的sense of aesthetics 提升了他们美感的感受 所以三个礼拜时间 目的就是让参与者 能够去沉浸自己 在一个数位艺术的环境 同时提升他们的美感 艺术感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下面 三个 In the during task stage, each dial used Facebook chat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text form on their computers for 20 minutes. They were required to check in the English regarding the different things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story-less website, but were not limited to discussing the original stories. Finally, in the post-task stage, the language outcomes were automatically archived by Facebook and copies of these were given to seven dials for their self-correction while the other seven dials went without any self-correction. This stage may be regarded as a reflec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CMC task. 那么接下去的步骤呢,就是在 during task stage,就所谓的这个任务阶段, during task stage,就是真正的任务阶段呢, 每一组,大概也是两个人一组,每一组呢,use Facebook chat,用脸书的聊天,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去跟彼此来沟通,什么样的方式呢,in text form,on their computers,for 20 minutes,用这个text form,就所谓的,用文字的形式呢,在电脑里面来沟通,大概20 minutes,大概20分钟就好了。 那么,they were required to change in English regarding the different things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StoryNet's website, but were not limited to discussing the original stories. 他们需要的是去聊天再用英文,regarding是关于这个different things, 关于这些不同的主题,关于这些不同的主题,就是在故事场里面不同的主题, 还有呢,这个aesthetics,就是所谓的美感呢,关于故事头里面的美感跟主题, 那么关于这两个主要的主题跟美感来讨论, but were not limited to discussing the original stories, 但是呢,并不被局限于说一定要去讨论它原来的故事, 你可以自己再去发展其他的故事, 就是不要太受限于原来的故事, 你还可以再更加延伸发展,自己去想象, 因为数位艺术也是一种艺术, 那么它本身呈现的不是一个僵化或死板的东西, 它反而是启发我们的灵感的泉源, 然后让我们有更多创新的东西, 所以同学们也可以在这些聊天室里面谈一些创新的, 或是由故事厂所引发你自己的一些创意, 只要跟美感等等有相关就可以了, finally in the post-task stage, the language outcomes were automatically archived by Facebook 最终的最终阶段的事后任务呢, language outcomes所谓的就是学生聊天的结果, 他们聊天的内容的结果是automatically, 就是自动的archived, 就是自动的被记录在Facebook上面, 那么被记录在Facebook自动记录之后呢, 我们只要一两个动作就可以把它copies复制起来, 就被送给其中的七对, 因为刚刚28个人分成14对嘛, 那这些copies呢, 这些复制聊天内容呢, 被given to seven diets, 就是被给七个, 那么这七组呢, 我就是把它弄在我的table, 第三个table,group b, 那么在这里我没有附上去, 有兴趣同学可以跟我要, for their self-correction, 好,给七组同学呢, 让他们自己改正, 因为我们拿到copy本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错蛮多的, 至少会错一部分, 那让他们自己来self-correction, 自我改正, 那这个自我改正来讲, 是很早以前在美国的英文教学里面, 或是教育类就有这种观念, 就是自我改正, 好, 那另外一个呢, while the other seven diets went without any self-correction, 那另外七组同学, 就另外十四个同学呢, 却没有自我改正, 好, 所以呢, 它最终目标是要去比较, 有自我改正跟没有自我改正, 它的不同的效果是什么, 是会越改越糟呢, 还是越改越好, 好, 一样的这个没有without any self-correction, 是放在table3的groupA里面, 好, 一样的有兴趣的可以跟我拿来参考, This stage may be regarded as a reflec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CMC task, 那么在这个post-task stage, 这个事后阶段任务呢, 可以被regarded as, 被视为是一个reflection, 就是所谓的自我反省的阶段, 也就是他们的performance, 就是他们的语言表现的一个reflection, 一个反射, 就是说或是他们的语言表现的反射,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我的一个纠正, 自我的形式的空间, 好, 那么这个reflec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s, 这个观念呢, 主要是来自非常有名的国际这个英文教学大师, 一个叫Raw Ellis, 2006年发表文章,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英国的学者, Willis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 这两位呢, 大师同时都提到了reflec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s, 好, 那么, 以上我谈的这四个阶段呢, 我把它整理的一些keywords, 其中最重要的就这几个, 第一个arslet curriculum, 所谓的艺术导向课程, curriculum这个单词要背起来, 指的是课程, 好, 那么艺术导向呢, 就所谓的arslet, 加去呢, 是aesthetics, 就所谓的美感, 好, 美感, 加去CMC呢, 指的就是电脑媒介沟通, 全文是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加去呢, evaluation呢, 就是所谓的评估, 也是这个课程里面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去评估这个课程, 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加去呢, TBLT呢, 就所谓的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法的简写,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就所谓的TBLT, 好, 那么, 加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加去我们来看, 郑大教授, 也是艺术家, 黄新健教授呢, 他的story nest故事潮, 好, 那么这个故事潮呢, 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有包括繁体字的中文, 简体字中文, 还有英文, English, 所以呢, 不管是海内外的华人呢, 都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好, 而且我认为呢, 他的中英文都写得非常的好, 所以很值得我们来学习, 除了学习到艺术的美感, 还可以学习到英文中文的程度, 好, 比如说最近呢, 他发表了这么多, 就是比如说, 公式艺术狂潮的介绍, 好, 还有, 卸动影计划, 以及实色概念书创展, 还有, 继承之物的王城录影, 还有呢, 数位灯煌的体验, 好, 以及呢, 所谓的实色的表现, 以及公式艺文大道的报道, 还有呢, 最后一个这个也很特别, 就所谓的施工艺术呢, 也是可以成为一个艺术, 好, 那当然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不止这些东西, 好, 那这里呢, 有非常多, 像关于故事长的介绍, 还有年表, 还有创作计划, 还有很多实验性质的作品, 思想, 还有怎么样跟他们联络, 好, 那在这里, 当然我们不是在做商业的那个, 我相信, 黄教授呢, 他除了, 就是说, 在台湾有一些大的工程之外呢, 基本上呢, 他在教学上, 应该是有, 常常应用到这个故事潮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 大家注意的是要尊重, 黄教授的著作权, 那, 大家都可以当教育使用, 但是不可以拿来当做, 商业使用, 其实大家, 尤其注意著作权的问题, 那么, 我将这个, 这个著作权, 这个页面, 当然是属于黄教授之所有, 我们大家只是拿来参考, 当做教育使用, 好, 接下去, 那么, 老师提出呢, 其中一个, 这个中文叫做, 我的摇杆于我, 那当然他另外还有英文的解释, 这个同学们可以自己找到这个网站, 然后去压英文, 就会看到, 好, 那么很特别的就是, 一个男生, 是裸体的, 那么他下面有一个, 这一根就是他们所谓的洋物, 现在我们是用比较艺术的观点, 在看这些东西, 那也有个男生呢, 就站在他对面去, 用手去摇他, 好, 那你想想看, 这个, 就是数位艺术嘛, 那么他要代表的, 他要呈现的, 理念是有哪一些呢, 好, 详情当然我们要看故事潮, story nest, 你就会理解, 好,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把重点摘要, 也是参考黄教授的网站, 重点摘要给大家看一下, Is the person who touches the erected, shaking, forless myself, who desire to control my confused sex identity, or is he a slave, who provides weird service to the system? In the screen, is the swimming images of a body, which never can be captured in cosplay, while selecting a mask in your dream, you realize the mask is peeping at you, 好, 那么那个人呢, 他, touch, 他抚摸这个震动的, shaking, forless myself, 抚摸勃起震动的阳句呢, 是以主人的姿态, 来控制, 信导错的自我, control my confused sex identity, 就所谓的, 这个有点混淆的, 性别认同, 好, 那么我们抚摸这个震动阳句的人, 是以主人姿态, 来控制信导错自我呢, 还是, is he a slave, 他是一个奴隶呢, 正在提供, 为提供, 为这个系统, 来提供暧昧的服务呢, we are service, 就所谓的, 很奇怪的服务, 那在这边,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为, 暧昧的服务, 也是很棒的, 好, 所以呢, 在这里呢, 这一个, storiness的, 里面的这一个单元呢, 就蛮有性别, 多元性别的观念, 好, 就说, 一个男的, 在抚摸另外一个男的, 杨俱石呢, 他是以主人的姿态, 来控制, 信导错的自我吗, 还是他, 已经被变成是奴隶的, 他等于在为系统提供服务呢, 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得非常的好, 他是以自己的主人姿态, 来控制, 因为男生, 去抚摸男生的那一个, 多少少有影射出, 有一点, 就是性别多元的一个概念出来, 还是你是一个奴隶, 被系统所奴隶呢, 你为系统提供服务, In the screen is the swimming image of a body, which never can be captured in cosplay, 那么在萤幕里面呢, 是角色扮演游戏中呢, 永远无法搏捉到的, 溃暗晃动的声音, 还是呢, 在In your dream, You realize the mask is peeping at you, 还是在梦里选择面具时呢, 你却发现呢, 你没有戴上面具哦, 反而是面具在窥视你, 好, 这个, 这两个观念其实都是很抽象的, 我们要用心去思考, 那么同学花几分钟时间来想想, 这个, 主题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那么当然很明显的, 它跟多元性别, 也是有相当的关联, 好, 那么这所有的, 参考资料呢, 是from StoryNest, 好, 所以请尊重著作权, 那么这, 这里呢, 只当教育使用, 不可以拿来贩卖等等, 好, 那么在, 看完了这个介绍之后呢, 加剧呢, 老师也是放了一个, 老师所指导的, 学生所表现的这个维电影, 好, 那么在这个维电影里面呢, 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谈论到的是, 那个, 在那个年代呢, 是以, 这学生想象的, 在那年代是以同性恋为主流, 就同质为主流, 那你爱上异性, 反而是少数, 好, 是非主流的, 那这部电影当好是颠导, 好, 颠导过来, 故意呢, 把这个异性恋当成是少数, 而同质当成是多数, 那么当同质是多数时呢, 异性恋反而变得很奇怪了, 所以这部电影相当的幽默, 而且呢, 非常的有趣, 好, 好, 那请各位慢慢观赏, 那观赏完了之后呢, 请各位同学能够继续收看我的第五单元, Unify,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请各位同学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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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为什么你要这样? 我会成全你们的 起来他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 一心念合法话吧 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 终于为大家认同了 一心念合法 一心念合法 一心念合法